受疫情考量 花蓮市立幼儿园取消举办一年一度毕业旅行 而是改为邀请专业的艺术工作室 为孩子们设计出一系列战斗营的活动 让小朋友们在毕业之前 可以留下一段有趣的回忆 花蓮市幼大班小朋友换上迷彩服 手拿玩具步枪 跟随着场上教官在草皮上练习刺枪术 一眼望去就像一群小小兵团 这是花蓮市立幼儿园为大班小朋友 在毕业之前特别安排的 疯狂小兵毕业营体验活动 我们看到很多孩子们非常开心 那我们也请到非常专业的团队 也希望孩子在暑假前 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让暑假过后 升上小学一年级之后 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那期许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快乐长大 我们花蓮永远是一个年轻的城市 受到疫情的考量 花蓮市立幼儿园取消办理 一年一度的毕业旅行 而是改为邀请专业的艺术工作室 为孩子们设计出一系列的战斗营活动 而市场为嘉贤也穿上整套迷彩 到场和孩子们一同面对各种挑战 其中包含体能训练 刺枪术教学 以及十刀关卡的单兵战斗教练 经过一个下午的追逐跑跳 相信孩子们都已经度过一段 非常难忘的另类毕业旅行 记者徐立琴 华林斯报导